A股暴力大反攻牛市回来了吗 我说先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今天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之前下跌的原因改变了吗 我们来逐个分析 首先今天上涨的原因 最直观的是因为村里开了个很重磅的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都很眼熟呢 我说无论是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加强宏观调控 还是说房地产的发展问题 以及外资的情况等等 是不是之前都说过 那为什么之前说了大盘该怎么跌 还是怎么跌 而这次就是重提了 大盘就涨了这么多呢 其实是因为今天讨论了 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和房地产一样 被认为是可以促进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 就像今天同样大涨的教育和房地产板块一样 这里面存在了困境反转的情况 所以我们能看到中概互联暴力涨停 所以我们能看到电商板块满屏的涨停 那本质上平台经济 那还是为了5.5%所服务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中概互联接下来还会有机会 那么这是今天上涨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昨天盘后出来了一个降低股票过户费的利好 我们说这个利好其实本来没有多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一年下来只能降低多少费用 我不说跟印花税没法比 光是跟上一次15年的时候说要降低过户费 也没法比 我们要知道上一次是从万三降到了万零点二 而这次仅仅是从万零点二降到了万零点一 这中间差了多少倍 所以昨天老粉丝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利好实际上没有多大 更多的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能够提振股市情绪的态度 证明村里是在乎股市的 我们从今天早上大盘的走势也能看出来 这个利好的力度属于仅此而已 接着我们说今天上涨的第三个原因 也是今天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场内的情绪修复了 这两天的视频我基本上都在说情绪修复了 那好多人都在说我说的是废话 那你现在还觉得我说的是废话吗 我们说之前的下跌情绪的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 那现在情绪修复了才能有点阳光就灿烂 否则市场只会认为村里是在打嘴炮 而不是真正的支撑股市 对不对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上涨的三个原因了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判断今天上涨的原因 对之后有多大的影响 综合来看 平台经济的表述 对经济的基本面是有正向作用的 而后面两个原因都可以归类为情绪面的奇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上涨归类为稳中向好 这四个字 但是注意了重点还是在稳上 那么这是今天上涨的原因以及影响 那回到开头的第二个问题 之前下跌的原因改变了吗 我们说之前下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俄乌局势 美联储紧缩以及国内的疫情困扰 这三个原因现在改变了吗 我们说前两个是没有的 目前只有最后一个国内的疫情困扰出现了拐点的迹象 而疫情又影响了国内的消费以及出口 那也就说目前来看 随着疫情的好转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接下来有望好转 再加上村里再次强调机构不要风格飘移 要坚持长期的价值投资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当前时间节点 机构是暂时稳住了 那指数也是暂时稳住了 至于说本轮行情指数能反弹到哪里 今天踏空了的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机会 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 大盘是需要在当前位置做一个平台的 然后再去砸破这个平台 因为吃肉这种事 主力是不会这么轻易带着散户玩的 而且上方套牢盘那么多 主力是不会那么好心给大家直接解套的 一定会清理复仇 所以踏空了的也不要担心 接下来还会给你进场的机会 最后五月份有哪些机会 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给大家几个选项 上证五零 中概互联 房地产 基建 银行 机场行运 以及已经名牌了的本周的暗线 那就是一季报业绩不错 且超跌的标的 这些标的的弹性会很 这些标的标的 这些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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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就做了